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马太福音27章35到53节 我们一样还是在复活节的QT里面 35节提到说 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他们是指谁呢 指的就是兵丁 因为上文指到有一个古利赖人西门 帮忙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各个他 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钉十字架 这里说 他们就是兵丁 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这几个字就讲完了 马太福音的作者 就是马太耶稣的门徒立位 他在描写 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 他没有花很多的文笔 去描述那个细节 怎么定 怎么 耶稣的表情或者在整个过程 发生了哪一些事 没有 但是令人稀奇的是 马太竟然记载了十字架下面发生的事情 记载什么呢 就年就分他的衣服 就是兵丁在下面 年就就是抽签的意思 他们手上可能还沾着鲜血 就是耶稣的血 对我们来讲 这是赦罪的宝血 可是这一群兵丁 他们却在那里 要夺取 耶稣的衣服 按照罗马他们的习惯 基本上耶稣是 等于是全身赤裸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羞辱 被挂在十字架上 在犹太人 他们的观念里面 在生命纪 特别提到 被挂在木头上 是受咒诅的 对犹太人来讲 他们就认为 耶稣是受咒诅的 而这些兵丁是好不在乎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专门执行死刑的 一群士兵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这群兵丁在那里 抽签分耶稣的衣服 却被记载下来 待会我们会讲 为什么会被记载下来 这些兵丁又坐在那里 看守他 基本上钉在十字架上 不用看守 只是看守什么呢 怕有人来救 在他头以上 安一个牌子 写着他的罪状说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要有罪名嘛 他的罪名就是 犹太人的王耶稣 耶稣之所以被判死刑 是因为他被指控 自己要做王 要革命 要叛乱嘛 那这个牌子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耶稣 等于是讽刺 就是说你看你们犹太人的王 被我们定死在这里 比拉多也有一点 讽刺犹太人 也当然真的 这个就是 他的罪名被成立的 或者说他的罪 严重被指控 可以定到死罪的罪名 但讽刺的是 耶稣真的是王 不仅是犹太人的王 他是全地的王 那这就变成是一个 审判 对不对 你们明知他是王 你现在把他定死 那这个罪状就成了 这些人的罪状 这是宾丁的画面 38节 当时有两个强盗 和他同定死之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在以赛亚书 53章12节那里有讲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在以赛亚书53章就有提到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里提到两个强盗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非常准确的应验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被当成罪犯定死了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大家有没有联想到 好像很熟悉 对不对 如果我们对福音书熟悉 我们会想到 那时候门徒 不是在争论谁为大吗 就是说在你的荣耀里边 将来我们一个坐在 你左边一个坐在 你右边 耶稣说 你们所求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会期望参与在 弥赛亚或者耶稣的荣耀里边 但是我们这里也看到 耶稣说 如果有人要跟随我 必须怎么样 舍己 悲其他的十字架跟随 所以当时候 门徒真的不知道 他们所求的是什么 事实上 耶稣也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就说你们所求的 你们不知道 但是将来 你们确实 要跟我一样 走 为了使命 为一受逼迫的路 其实我们也是 对不对 从那里经过的人 击翘他 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 耶稣不是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二章九节 耶稣说的是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 要再建立起来 是你们拆毁 那我三日内 要再建起来 现在变成是 你要拆毁圣殿 这是假见证 那当然耶稣指的是 他的身体 耶稣以他的身体 为圣殿 被你们拆毁 三日又建造起来 我们现在知道 是指耶稣复活 他说呢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耶稣为什么不下来 因为后面也说 祭司长和文士 也是这样戏弄他 说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意思是 你现在 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你 他们是一种嘲讽 就是你如果 能够救别人 所以这也是一个证词 对不对 他明明看见 这群 祭司长跟文士 明明看见 耶稣能够拯救别人 叫拉少路复活 能够使人病得意志 使鬼被赶出去 他说你能够救别人 你不能救自己吗 他们当然是 有很大的把握 耶稣不能救自己 他们这样认为 事实上耶稣可以 在柯西玛尼园 耶稣就说 我现在不能够祷告 叫天父差派 赦赦赦赢的天使 来拯救我 可以 是耶稣自己将命倾倒的 那这一句话 听起来很像什么呢 很像马太福音 四章三节的时候 那里撒旦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这是一个试探 对不对 撒旦要耶稣 滥用自己 神儿子的权柄 所以如果耶稣在这里 为了救自己 他彰显了他的神性 滥用了他神儿子的这个权柄 他就违背了天父的旨意 所以这句话的背后 就是从撒旦来的 对不对 跟撒旦之前试探耶稣 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 讲的话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留意 从那里经过的人 击翘他 祭司探和文士 并长老 也是这样戏弄他 你会看到 整个过程 定死之家 是一个非常残忍血腥的事情 犯人 不会立刻死亡 他们会被挂在上面 几个小时 甚至强壮的 可以到几天 那他们的钉子应当是从 这两根骨头 手肘的两根骨头 穿进去 脚也是 全身赤裸的 那每一次要呼吸 都得把自己身体拉起来 稍微停一下 那个横格才有可能被张开 才可以呼吸 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死刑 它逼犯人自杀 也就是说 你如果快没气 你的求生的本能 会让你要吸一口气 可是你吸一口气 你会很疼痛 你必须用这三个支撑点 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 那你吸了气 你就活更久 你就受苦更久 所以你的求生本能 会害你受苦很久 它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死刑 这么残忍的死刑 这么样的羞辱 然后呢 带着荆棘冠冕 满身的血字 大家可以在那里计较堂 嘲讽他 戏弄他 到底为什么呢 耶稣无罪 这是一个好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人这么样的恨恶耶稣 还没结束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面竟然说 四十三节 他依靠神 神如果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神的儿子 你看吧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四十四节 那和他同定的强盗 也是这样的计较他 让我们难以置信 和他同定的强盗 也是这样计较他 强盗一样很痛苦 这让我们很震惊 震惊什么呢 就是一个很悲惨 面临死亡的强盗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还能够找到力气 来羞辱耶稣 各位兄姐妹 有听明白吗 我们也会看到 有一些人 他的光景 非常非常的糟糕 我们在这边 慕会 我们做弱势家庭 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 他的光景 他的家庭 是何等的破碎 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 酗酒 婚姻破碎 然后妻离子善 过得非常穷愁 潦倒 在这么样痛苦的光景里面 他还能够找到力气 来羞辱耶稣 来技巧耶稣 到底怎么回事 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 这个从那里经过的人 是路人 只是经过的人 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 让这些人这么讨厌他呢 其实我们后来明白 对不对 因为耶稣指出来 我们需要救赎 指出来我们是罪人 指出来我们需要谦卑悔改 耶稣冒犯了所有人的感情 耶稣冒犯了所有人的感受 他宣称 他是救主 他宣称 必须借着他 才能够到父那里去 而这一件事情 得罪了所有的人 冒犯了所有的人 包含你看 兵丁 毫不在乎的在下面 在那抽签 分耶稣的衣服 看到还有谁呢 路人 甲乙丙丁 他们是打酱油的 他们也都要指控 计较耶稣 祭司长文士长老 这样戏弄 长老就代表所有的百姓了 连强盗 同定的强盗 这令人震惊 他不看看自己 也正要面临死亡 竟然在这么 这么惨 这么绝望的时刻 他还能够找到力气 来计较耶稣 耶稣揭露了 我们所有人的罪 这让我们非常的不舒服 这让我们觉得被冒犯 其实仔细回想 我们刚刚听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被冒犯 对不对 福音成为好消息之前 它是一个坏消息 跟我们传福音的人告诉我们 你是罪人 你有罪 我们真的不舒服 为什么你要这样指控我 我跟你也没什么仇恨 你为什么要这样指控我 医生必须准确地说出 病人他的疾病 需要医治的地方 才能够准确地医治 耶稣在十字架上 确实揭露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但当我们愿意谦卑 领受这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医治 得着拯救 但是这一群人 马太标示了十字架 下面所有人的反应 包含了跟耶稣同定的强盗 在十字架上旁边 一样一样都抵挡福音 求主帮助我们 可以再一次谦卑地领受这恩典 四十五节开始 是另外一个段落 从五正到深处 五正是中午12点 深处是下午3点 遍地都黑暗了 稍微暗一点 我们都还看到了 遍地都黑暗了 表示它是一个极大的黑暗 极大的黑暗笼罩 如果你想象你在当场 你看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个血在耶稣的身上 手上 甚至一滴一滴的低落 另外两个强盗也是 筷子手冰钉在下面 群众在那里讥笑 突然间一大片很深的黑暗 黑暗会让人感到惧怕 对不对 所以那是一个很阴森的一个场面 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一个场合 约在深处 下午3点 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利以利 拉玛撒巴各大尼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喊这一句话 是不是在表达一个绝望呢 是不是耶稣在期望 上帝这时候出手拯救他 结果没有 耶稣的计划失败了 所以他死了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不了解 犹太人的背景 从某个角度是 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 承担了所有人的罪 所以使得他与天父必须隔绝 但是在这里 耶稣他更想要传达的是什么呢 他想传达的一个概念是 他的一生完全应验了诗篇22篇 犹太人有一个习惯 当他们要讲诗篇某一篇的时候 他们会念出来第一节 这个第几篇 第几篇是我们后来加的 这个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如果我们对诗篇熟悉 我们会看到诗篇的22篇 诗篇22篇的第一节这里就说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耶稣其实是在喊说 他的一生 他现在就应验了诗篇22篇 我们再多读一点 诗篇22篇还包含了什么呢 我们没有时间全部看 当然我们在之前有讲解过 诗篇22篇 如果有时间 鼓励大家回头去看 在我们的频道里面有 那我们就读几节 第七节 凡看见我的都吃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叫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 几乎完全的应验 对不对 我们也读到16节 犬类围着我 恶党环绕我 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 对不对 他们扎了我的手 包含这些兵丁 有没有 我的脚 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 他们的死刑是用石头 用石头除死 从来没有 把他刺死 这是罗马人发明的 可是在这里竟然讲 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然后呢 17节 我的骨头 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 看我 幸灾乐祸的看着 刚刚我们读的 兵丁对耶稣的嘲讽 他们坐在那里 看守耶稣的时候 不就是 瞪着眼看我吗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 年旧 为什么 我前面讲 为什么作者 马太 他要记载 这个小细节 要记载 兵丁在 这个十字架下 在干嘛 这有那么重要吗 确实 因为马太要讲的 他写下来 当时候 犹太人读者 对旧约圣经都熟悉的 他们一读 一定都会串起来 一定都会想到的 那么回到马太福音来看 所以当耶稣讲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他其实是在表达 请大家留意 他现在 他现在所遭遇的 正是完全的应验 十篇二十二篇的预言 站在那里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这个人呼叫以利亚 以利以利 听起来很像以利亚 他们就想 他是不是在呼叫 先知以利亚来救他 那中有一个人 赶紧跑去 拿海绒沾满了醋 绑在围之上 送给他喝 这个是酸酒 其实应当也是不怀好意的 因为让耶稣喝了酸酒 可以活更久 活更久表示 受苦更久 因为定在十字架上 他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死的 所以如果能够 让耶稣受苦更久 他们就更能够讥笑他 嘲笑他 对不对 其余的人说 且等着 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 大家都还是那种嘲讽 他们当然不认为 以利亚会来救他 所以都是在那里开玩笑 其实这些人不需要这样做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刑法 居然一点怜悯心都没有 就是我讲的 因为在情感上 他们觉得被耶稣冒犯了 耶稣竟然说 我有罪需要悔改 我是犹太人 我怎么会有罪呢 我是神立约的百姓 我怎么会有罪呢 但是耶稣说的是事实 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他来是要拯救我们 对不对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这时候记载了几个事件 忽然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罪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五十节是在各个堂 五十一节是在圣殿 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裂开了 是从上到下 那他为什么裂开呢 曼子裂开代表什么呢 我们知道圣所跟至圣所 中间有一个曼子隔绝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 可以进到至圣所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告诉我们 这个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代表什么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说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邪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本来是不敢进去的 本来就一年一次可以进去 那是至圣的 如果大祭司不洁净 他可能会被神的圣洁击杀的 可是现在呢 可以坦然的 没有惧怕的进到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你可以想象 好像上帝的手 把他撕开了 这曼子代表耶稣的身体 因着耶稣的死 所以有一条路 本来没有那条路的 被曼子隔绝了 我们不能够进到至圣所 不能进到上帝的面前 现在这曼子被撕开了 好像耶稣的身体被撕开了 所以就出现了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坦然的走到至圣所 可以坦然无拘的到至圣所 到施恩座的面前 然后呢 地也震动 这个时候还是有遍地的大黑暗 然后地震动 磐石也崩裂 一定是很大的地震 然后竟然坟墓打开了 犹太人他们的坟墓是 葬在山洞里面 然后呢 门口有一个大石头 滚过来把它关起来好 因为地震 这个石头被震开了 所以坟墓的门就开了 以水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53节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地大震动 代表什么呢 在耶利米书十章十节 那里说 唯耶和华是真神 是活神 是永远的王 他一发怒 大地震动 他一恼恨 列国都担当不起 地大震动 在整个旧约的图像语言里面 代表神的审判 同时 也代表神的临在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 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 地也震动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是一个审判的时刻 也是一个立约的时刻 借着耶稣的邪 上帝与我们另立新约 所以它同时是一个复杂的神学含义在里面 然后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是 这里讲 坟墓开了 然后呢 以遂圣徒的身体 就是有一些已死的人 基督徒 复活了 这些人是谁 不清楚 重点不是这些人是谁 重点是这些人复活了 那作者特别有补充说明 一直到耶稣复活之后 也就是 他们复活后没有离开坟墓 到耶稣复活之后 三天后复活了嘛 他们才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耶路撒冷 向许多人显现 有太多的细节 就是那这些人后来去哪里呢 又死了吗 他复活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是不是就是荣耀复活的身体呢 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不清楚 而且作者也没有交代 显然 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体 后来去了哪里 这都不是作者主要要表达的 马太主要要表达的是 复活了 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带来了复活 而对整个犹太人的理解 罪的公价乃是死嘛 会死是因为罪 是因为得罪了神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现在有一个逆转 人竟然可以复活 人竟然不用服在死亡的权势底下 也就是耶稣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耶稣的复活 带来了复活 在更多前书 数章二十节那里说 但基督从死里复活 成了睡了之人 出熟的果子 出熟的果子 就是一棵树 第一个熟成的果子 出熟的 这棵果子如果 确实可以长出来 我们可以预期 后面就有大的熟成 这是一个好的果子 而且长出果子来 表示之后还会再长出果子 这是基本的期待 耶稣基督成为出熟的果子 祂复活了 代表我们也会跟着复活 而在当时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祂让一些圣徒的身体先复活了 并且让人看见 看见耶稣复活的大能 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可以简单 把今天的进度分成两个段落 第一个是 我们看到许多的人 对耶稣的看法 在耶稣定死之家的时候 兵丁在年旧衣服 身边的强盗也在计较他 路过的人也在嘲讽 祭司长文士长老更是 这群人我们说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讨厌耶稣 恨恶耶稣 耶稣到底做了什么呢 因为耶稣揭露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祂宣称我们要受审判 祂宣称我们是有罪的 更多前述一章十八节说 因为十四价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作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也就是说 耶稣上十四价这一件事情 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认出来 耶稣在做什么 确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祂是余作的 祂是软弱的 祂是卑微的 卑贱的 甚至是受羞辱受咒诅的 但是对信徒来讲 确实荣耀的 确实崇高的 确实神的大能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再一次 在复和节的前夕 我们能够再一次 看见神伟大荣耀的工作 在耶稣断气之后 我们也看到 很重要的几个现象 包含 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行又火的路 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 到十恩的宝座前 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的恩典 并且地大震动 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审判 同时也是神 再一次与我们 立约的那个场景 最后我们看到 令人惊讶的画面 以罪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将来我们也要这样复活 我们也要带着荣耀不朽的 有能力的 属灵的身体 复活 而且这是一个事实 过往 这个已经发生了 耶稣复活的时候 也让当时候的人看见 所以我们可以有确据 有确信 将来我们也要 与主同复活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心里面何等伤同 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那么荣美荣耀的事 许多的人却没有办法分辨 认为你是这样子的 羞羞辱辱 这样的软弱卑贱 主要求你施恩怜悯 你这样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 是为了救赎我们 主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再次思想 你十字架上的爱 你所成就的救赎工作 主要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有一个敬畏的心 有一个感恩的心 谢谢你为我们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到使恩宝座前 谢谢主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并且赐下各样的丰盛和恩典 谢谢你 因为你的信实 使我们有确局 将来我们会复活 在永恒当中 与你永永远远同在一起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一行 我会认为他与你 各位 我会认为他与你 对他与你 有一个人 一行 我会认为他与你 你 对他与你 我会认为他与你 试图